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爱的三人帮也舍不得将这个故事 也舍不得这个将爱情和穿越完美结合的题材 所以今天谈主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和想见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 在第一集结束就悬疑赶满满 片名2月29 故事要从一个叫做丽莎的倒霉女孩说起 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人生总是和初仇两个字挂钩 要么在男神面前出洋相 要么超市甩卖永远抢不到想要的东西 毕业后连续失业12次 每次都是刚进公司公司就倒闭 一时分不清是丽莎倒霉还是公司更倒霉 这一情况持续到2017年的某一天 说是母亲遗物时 丽莎发现一个御守 将御守待在身上后 丽莎的生活发生改变 从工作到存款幸运的事情一件接一件 由于生日是2月29日 四年一次的原因 每个平年2月28日晚 到3月1日早之前 丽莎都会给自己过生日 坚信其中有一瞬间是属于自己的 将御守待在身上的第一个生日 丽莎穿越到2020年2月29日 并在电子大屏上目睹自己未来死亡的消息 故事由此开始 悬疑感满满抓人眼球 2月29日斗瓣平分8.0 在港剧没落 平分普遍偏低的大情况下 取得这么好的分数 足以证明这个故事的精彩程度 剧集中有三个主要人物 分别是丽莎 Rain和于家聪 穿越到2020年后 丽莎差点被车撞 紧要罐头Rain救了她 而后2017年的丽莎 在2020年遇见 自称是丽莎男友的于家聪 于家聪告诉丽莎 不要对穿越这件事感到惊慌 乖乖待在房间里 等到第二天就可以回去了 在这之前 丽莎并不认识Rain和徐家聪 因为在未来见过这两个人 所以回到过去后 制造了两人相识的机会 而后产生爱情故事 这一设定和《想见你》非常相似 只不过 2月29中是和三角恋有关的故事 戏剧性更加充足 得知2020年自己会死亡后 丽莎非常惶恐 和Rain与家聪 一起制定改变未来的计划 三人发现 只要戴上玉手 就可以在每年2月28日晚 12点完成穿越 故事由此展开 最初是以为是一个 努力后成功改变未来的简单故事 直至第一集结尾 除却电子大屏 新闻中死亡的丽莎之外 画面中还出现另外几个 来自不同年份的丽莎 故事瞬间变得精彩下来 牢牢吸引观众的目光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 类似于经典穿越电影恐怖游轮 前目的地 同一空间中存在来自不同时空的各个主体 各个主体的行为汇聚在一起 造成2020年主体的最终命运 烧脑而精彩 有一种宋命的感觉 和《想见你》一样 2月29 是故事中的一个闭环设定 陈月如能够活着的代价 是黄雨轩和李子维 不会在未来相遇 相应的 如果丽莎 Ring 瑜伽从想要改变未来 丽莎死亡的事实 也必定会失去一些东西 这一桥段 导演设置两大看点 分别是三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和丽莎闺蜜的故事 2017年的时空中 丽莎和Ring两情相悦 但2020年 瑜伽从成为丽莎的男朋友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故事发生的原因 是否和穿越有关 看着看着 观众就被这些悬疑情节所吸引 一下子就追完全具 另一边则是 丽莎闺蜜在孩子和生命间做的选择 2020年 闺蜜身患癌症 在已经足月孩子和生命之间 选择孩子 但现在 闺蜜选择先治疗癌症 闺蜜生命得以延续的代价 是和还未成型的孩子告别 所有细节都暗示 2月29的故事结尾 也是一个催泪无比的存在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想要解说的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和谈主沟通 咱们下期再见